他们还是真的抗日的 建森 在 讲讲你的看法 魏总 这一仗确实打得很好 好在哪里 这一仗打击了日寇的气焰 从那几天的日伪报上来看 确实是把日本人给打晕了 但是也把我给打醒了 这几年 政府一直在应对着斯库 而收获了对他们的往返 中共短短的几年间 也瞎着跑出来了百团大战 这还没算上他们在山东的阻列 一一五四 刑事军几个地的散兵游泳 死库再加上这些 他们该有多少个短 多少人马 两位都计算过吗 大概有四五十万吧 魏总 您再下一个限制令 限制令 我是要下的 短短几年间他们有几万人 就变成了几十万人 如果抗战再有个三年 那他们不就是有百万之中了吗 不过考虑到美国的对华援助 这个限制令我已经不好在下了 剑森 在 这件事就由你去办吧 是 听伟组安排 现在的情况 要不原来跟赖殿巴众讲的 还要严重 他们说我们 由而不及 可是就在今天 我们的八路军 还在前线进行了一场大的战役 我们的战士们 在前方留学牺牲 可是 他们却要求 我们在黄河一南的八路军 新四军 全部吃到黄河一搏 这说明了一个什么问题呢 国民党 气得消灭我们的业心 从来没有变过 这一点 共产党人 必须要清楚 黄河一晴 白崇熙 他们发来的耗电 再次说明了国民党的这个态度 不知道啊 同志们有没有注意到 这一次 期限是一个月 他黄河一晴搬个家 那是可疑的 可我们是好几十万人呢 这又说明了另外一个问题 我们的老对手 这次可是下了打的决心了 所以 我们要认识到这个问题的严重性 必须告诉全党 国民党的又一次反共高潮 已经开始 因此 我们必须要认真应对 要告诉我们驻重庆 西安 归领班师处的同志们 一定要跟国民党人说清楚 将命道理 教公则亡国亡当 投降啊 老将一定崩溃 在必要的时候啊 也一定要帮我们的同志们 给扯出来 因为他们什么事情 都做得出来的 主席 根据他们的耗电 咱们是不是该给点回应啊 国民党军事委员会 参谋总长何应钦 参谋次长白崇喜 并成蒋委员长 八路军 新四军 遵循国策 服从命令 坚持抗战 是唯一任务 四年来 抗击众多敌人 收复广大师弟 其战绩为国人所建 为伪座明命嘉奖 最近 百团大战 又受伪座勉励 晚东晚南战役 粉碎敌之进攻 都是事实 怎能称自行行动 关于战区问题 其在华中敌各部所属地方 是人民反敌寇 保卫家乡而组织的 北调将更失去民心 关于编制问题 八路军 新四军 孤悬敌后 要战胜敌人 达成统帅部 所赴战略任务 必须唤起民众 组织游击队 同时 这也是编制脱离任务 造成的 至于破坏行政范围 是由于八路军 新四军 五十万支众 仅领四五万人心想 造成的 但为顾全大局 对江南部队遵循北夷 选请放宽期限 以求做好解释再行调动 对于江北部队 应是遵循伪作庐山讲话 和告同包书 而组织的抗日武装 为保证完成抗日任务 应给予八路军新四军 扩大编制 增加定额 补充良想及医药 将定额发给新华日报 是 此乃抗战关键时刻 任务的抗战 日军正在加紧策动中国投降 国内也有人 在策动反共摩擦高潮 为投降扫清道路 以内战带抗战 以投降带独立 以分裂带团结 形势极威 希望坚持团结抗战的国策 立即承送何应勤白重喜 并在新华日报上发表 两位对这份东西 有什么看法 他们已经服软了 魏总 那下一步 也不不变 朱老总 您看 又是一份耗电 新四军开赴长江一北 八路军撤到黄河一北 仅限一个月 走 去杨战领 请 报告主席 集电 请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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莫安南 我们已经做了让步 其他地方存土不让 五湖 宣城 青阳 这款 这款不够伯伯式功力 宗神呢 也不够五楼式功力 这是一个危险的地带 主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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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局收到报告 顾主同 从抗日前线抽掉三个诗 正在向新四军军部运动 那日军有什么反应吗 正在密切监视 集电 新四军军部 命令苏有的万难部队 在十二月底 全部转移完毕 是 第五十二十 一零八十 为右翼 展开于统领 京县 水济桥 丁家杜一县 向戴家汇 三里殿 丁坛进攻 而后 向樊昌发展 是 以 第四十师 摇摇四十 星边第七十 为左翼 展开于 湾滩 茂林 苏考 包孙 桥木湾 千家湾一县 向云岭 河湾 沙土角进攻 而后 与右翼协同 向长江南县 旧县 抵岗 坝梗头方向发展 是 是 七十九师和六十二师 与郎桥和三七镇之间 设立阻击阵地 是 十二月三十一日前 完成作战准备 是 国民党 我军的正面 七个手段 美党 祥廿 繁迫 新宿 閃 收拾好 主席 周老总 收到新四军的电报 他们开始动了 但是没有相派 动了 我们行进入坟地 等了两个月 他们总算是动了 不管这么说 动了就好 让他们相搏 国民党会在俗南 不想口袋 有这个可能 一九四一年一月四日 新四军军部 挤住宛南云岭地区部队的 北夷行动开始了 显然为时已晚 国民党第三战区 已经对新四军军部 完成围剿部署 约八个师 八万人枪 在云岭周边布下了一个大大的口袋阵 不对啊 这不像是北方明将的打法 再这么走 不就进入咱们的包围圈了吗 有什么消息吗 老总 主席 情况怎么样啊 报告 集定 念 他们改变了行动方向 不是向苏南 而是向西南 这里 太平线了 原月六日 国民党第三战区司令长官 雇助同步 奉蒋介使命 对北夷新四军 采取行动 严令 彻底加以肃清 冲啊 一代北伐名将 一枪报国热忱 国运火 石运火 不攻可忍 不平可忍 为同事操戈 兄弟相残 不能忍 叶廷将军的命运遭击 令人唏嘘悲愤 晚南事变悲剧 激怒了国人 也震惊了世界 给郑文来 叶剑营发电 是 我新四军东京 行进至太平 今仙剑至毛里 遭国民党军重重包围 一国六日 突围不出 王既与国民党方面交涉 即日接位 放沃军 东进博上 同时 高指国方面 国民党 有意破裂 因等错国民党 改变方针 以维护 抗日统一占线之搭局 请转告蒋先生 让他下令立即撤围 否则必须承担一切后果 如果他愿意背上 破坏抗日统一占线的骂名 可以走下去 我们共产党奉陪到底 周先生 你不要这么着急嘛 也不用发火嘛 我就是要翻翻火 我告诉你 上官云霞 这绝不是误会 你们早有预谋 有一点你们必须清楚 你们现在围住的 只是新四军的军部 新四军还在 八路军还在 我同意刘少奇 陈毅 十二日的来电 苏北准备包围韩德勤 山东准备包围沈弘历 线他们十日之内准备完毕 待命攻击 以应对蒋介石 准备歼灭我 晚南新四军九千人的计划 如果我们晚南新四军 被他们消灭的话 那我们就赶紧彻底全部地歼灭 韩德勤 盛黄连部队 彻底解决划重问题 为父周恩来 我的意见是 一 某林方面可以停止进攻 这已经不是问题了 二 新四军可以走苏北 但必须执行以下几个条件 一 堵队过江之后 不可以和韩德勤的部队发生摩擦 二 许继续北上 往河北去 但不可以盘踞 三 新四军过江之后 可以发弹十万并加军下 四 希望他周恩来 一剑阴能转告前方 武将此事件扩大 那委员长 周恩来他 他懂得的 主席 刚刚收到周恩来 董碧伍发来的电报 白重许准备对桂林八十军班 是处动手 对文化界也要进行这样 委员长 这是以朱德 彭德怀 叶廷 相应名义发表的抗议 朱德 本斗外 把陆军都出面了 苏联大使馆已经召会我们 他们的大使想面见委员长 是吗 如果想来对我中华民国的内部事务 都很感兴趣啊 村长毛泽东同志的指示 我已经第二次向蒋介石交涉 要求他们立即撤围 可是牵线 到现在欢再打着 然后我们必须要禁锁 我们必须要禁锁 放弃军 你能够完全 надеяться 这批军火 我将冲锁进入中国境内 都不要想吓唬我们 什么美国老 俄国老 都不要想操受我中国的事业 我们才大 只为抗日存在 也可以发展 但是不可以做大 这就是底线 谁要想突破这个底线 我将动员党政军逼其就范 我要做如下调整 任命汤恩部为瓦伯区总指挥 任命汤恩部为瓦伯区总司令 冯志安为湘西区总司令 开始进攻 先期两个月 另外 对外宣布 新四军事叛军 撤销起番号 军长也停各证 交由军事法庭审判 副军长 湘英 拙起缺拿 归案寻办 新四军晚南突围部队九千余人 在固住同步约八个师 八万人的围攻下 除两千余人突围外 其余大部壮烈牺牲或被俘 军长叶挺被扣押 副军长向英遇害 叶挺自此开始了漫长的 国民党监狱声援 快点 别走 别打我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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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走 快走 快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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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快走 快点 快点 打我们 别打我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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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走 而死前此后 国民党顽固派还制造了雀山 博山等惨案 屠杀了成千上万的中共党员 八路军新四军官兵 与抗日制势 亲者痛 仇者快 关键他们掩盖实施真相 欺骗国人视听啊 那就揭露他们 同志们 我还是那句话 我们要用革命的两手 对付江洁石 反革命的亮寿 一方面 命令编去的一切部队 做好准备 应对国民党的进攻 另一方面 三菊花 还是 统一战线 还是团结 还是抗战 毛泽东的话说得好 还是统一战线 还是团结 还是抗战 这是何等之胸怀 这是中国人民 在黑暗天空里的彩虹 这是山羽欲来前的雷电 把宛南事变真相公开信 马上给蒋介石 一定要明确地表示 是 我们要求释放夜艇 是 我们要求释放夜艇 去告诉他们 这封信 如果公开的话 我就杀了他 虚张声势 我就不信 他们敢动一个北伐名将 这说明讲 是怕我们公开这封信 我们就是要公开 不但在国内 还要在全世界 斯诺 你能帮这个忙吗 我是中国人民的朋友 更是中国共产党人的朋友 现在 中国共产党人有困难 我当然很想帮助你们 是 都到齐了吧 到齐了 到齐了 好 党中央充分地 研究了当前的形势 蒋介石已经向了 与我党破裂的决心 这与当前国内外的形势 是分不开的 日本国内有些人 在向蒋介石摇橄榄枝 在我们国内呢 投降派的苗头也在上升 所以蒋介石做出这样的决定 并不奇怪 根据刘少奇建议 毛泽东同志主张 在政治上 要全面揭露蒋介石的阴谋 在军事上先取防御斩 另外组织决定 撤销部分办事处 干部迅速撤离 党中央决定 重庆方面 我建英 董老 英超 尽其离遇 非党干部迅速向南洋 及海外撤离 新华日报怎么办 新华日报是党的喉舍 在重庆乃至全国都有很大的影响力 不能停 但是要压缩板面 每天只能出半板 留所人员要加强气节教育 销毁电稿密码文件 至于什么时候撤回延安 等中央通知 另外还有一件事情 你们军事组起草的新四军 晚南部队残辈为艰的真相 我已经看了 可以发了 要让重庆知道真相 特别是民主人士要知道真相 同时要动员文化界人士 迅速撤退到香港 一九四一年一月二十五日 包围中国同盟 在新闻通讯中 以坚持统一战线为标题 详细说明了 新四军被袭击的经过 斯诺的文章 在国内外各大报纸转载 引起巨大反响 周先生 最近我看到新四军 晚南部队惨辈为艰真相的报道后 我心里一直担心 国共合作会不会就此破裂 联合抗战会不会就此夭折呢 抗战到底是中国共产党永远的主张 只是我们现在 在争取时机好转 同时要准备应对更坏的局面出现 至于抗战能不能坚持下去 那不是蒋介石一个人能决定的 如果抗日战争离开了中国共产党 那我们民族的解放是不可能的 在这里我想转告黄炎培先生的一句话 不论事情的经过之是非 当局如此错之是完全错误的 希望大事化小小事化无 现在就连杂牌军和地方有势力的人 他们都认为如果解散了新四军 就是解散共产党武装力量的先兆 所以大家都对共产党表示同情 同时也对蒋介石有些恐慌啊 你们的担心不是庸人自扰啊 谢谢你们对共产党的同情 不 不是同情 是支持 对对对 是支持 是支持 那就更要感谢你们的支持 应该的 应该的 周主任百忙 那我们就先告辞了 告辞 好 告辞 好 请留步 好 我认为这样的动作是很不好的 那首先就激化了 他们是共产党的朋友 是吧 给苏娜的信发出去了吗 已经发出去了 要争取美国的朋友 让他们去影响美国政府 我非常惊讶 但是我必须说 我认为这个问题是 Mr.President I'm glad to meet you Mr.President I'm sorry you probably haven't adjusted to the time change yet It's my honor Mr.President Well let's get started Snow wrote a report on China's situation in southern Anhui His report differs from the report of the China ambassador I'd like to hear your opinion President I will give you the best realistic situation as I was in southern Anhui at the time Excellent It is exactly what I want Now just go ahead and tell me as much as you possibly remember about exactly what is going on in that area It may not be detailed enough Mr.President But I will tell you everything I know to the best of my ability and in that place and at that time Mr.President Mr.President Mr.Pink You have any comments regarding the new fourth army incident? 不可能 让美国安卓大军说 战争特的秩序 战争特的只会抑制日本的攻击 是什么国安卓大军的不想看到 让我回答你的问题 如果中国决定要重新冠军 Chingchung will not receive any financial aid 从 the United States 谢谢 那是这样 没有更多问题 毛泽东丢了七千人 都让全世界的人都来同情他 这就是政治 校长 我们没有打是对的 目前就军事而言 据我可靠的侦查 八路军已经做好了 全面反攻的准备 另外 据我最新的情报 他们新的新四军军部 就要宣布成立了 如果现在要打的话 这件事 散日先放一放 但有两个人必须处理 刘亚子开除党界 那个叫斯诺的外国记者 驱逐出中国 是 校长 中共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 关于重建新四军军部的命令 任命陈毅为新四军代军长 张云毅为新四军副军长 刘少奇为政治委员 赖传珠为参谋长 邓子辉为政治部主任 主席 朱老总 这份命令 要不要报重建 不要 在蒋介石对于新四军的问题 没有漫移答复之前 保留军停止一切 对他的承报 包括占报 我们也不向他们申领经费 他们如有来电 保留军办事书可以接收 但是不回复 一九四一年一月二十五日 新四军新军部在严城成立 华中的八路军新四军 统一整编为新四军的七个师 和一个独立旅 共九万余人 成为坚持华中抗战的中坚力量 第一 悬崖勒马停止挑衅 第二 取消一月十七日的反动命令 并宣布自己是完全错误的 第三 城邦万南事变的河首 河英勤 顾竹腾 商官云香三人 第四 恢复野庭自由 继续任新四军军长 第五 交换新四军全部人马强制 第六 覆雪万南新四军全部伤枉僵尸 第七 撤退华中的部队 第八 平徽西伯封坐县 第九 释放全国一切被捕的埃骨争执藩 第十 第十 飞制一荡转争 实行民主争执 第十以 实行三民主义 服从纵立乙训 第十二 逮捕国秦日派首领 交付国法审判 进来 赵严 尔森 长松啊 坐下来讲 你总算来了 我一直在等你啊 尔森长 这件事情没办好 实在不好意思 这也不完全是你的错 现在我想到了 我们是应该坐下来谈谈 听委员长的意思 比方说是和共产党的周恩来 叶剑英谈 还是 是两党之间的谈 当然 这是很好的方向 不知道委员长您 还有什么具体的想法 叫周恩来叶剑英 去转告他们 我同意他们去江北 也可以考虑 新四军编入八路军 新四军编入八路军 是蒋委员长不看报呢 桓石代理没有把这一重要消息 报给给蒋委员长 新四军军部重建 听说日本东京的报纸 都已经发布了消息 蒋委员长不知道 这件事委员长真的可能不知道 装聋作哑吧 就当他不知道 请张先生转告他 军部已经重设了 并宣布了新任的军长 请张先生带我们声明一下 陈毅是代军长 哪天叶廷军长回来了 他还是军长 我们郑重声明 蒋介石必须释放叶廷军长 叶剑英同志的话 就是中共中央的态度 蒋委员长必须释放叶廷军长 他无罪 新四军也不是叛军 要想恢复两党谈判 有一个条件 不同意十二条 无谈判可能 这个 魏祖 罗斯福的代表居里 提出要见周恩来啊 罗斯福的代表 让一个外国人来了解 中国目前的政治环境 这不是强人所难吗 他想干什么呢 魏祖 罗斯福想干什么 我们决定不了啊 告诉他 总来回延安了 这个恐怕 因为听说是斯特朗 向罗斯福传的口信 美国议员比我们清楚 宛南究竟发生了什么 比我们还清楚 让他先去见吧 请转告据礼先生 中国共产党最担心的 不是我们损失了多少人 多少枪 而是痛心这些力量 没有用在抗击 日本帝国主义的战场上 这也是罗斯福总统担心的 日本南京最大的阻碍 就是全中国人民团结抗战 如果这种局面被打破 那是罗斯福总统不愿意看到的 正是为了这种团结的大局 我们才全力避免冲突 但是蒋介石不肯放弃反共 不改变反共政策 势必导致中国内战 使抗战停火 日本是一定要南京的 美国占诚中国同意 反对日本 一旦中国分裂 美国将很难援助 当然 蒋介石他们在 没有内部和外部的压力下 是肯定不会改变什么的 我同意您的分析 但是蒋介石还没有明白 请用擦 我已经讲了很多了 其实我意思是 如果你们不能很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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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果你们不能够纠纷 如果你们能够纠纷 中国人间的经济 能够继续抗你 也不可能有任何的 请 请 外交上三个大国 向我们施加压力 日本人那儿又展开了 新一轮的军事行动 共产党在政治上 是全面进攻 真是让人心忧 我不等他了 建峰 他心里装得 没一件顺心的事情 你好好地照顾他 知道了 静儿 静儿 刚才是不是子文来过 是的 是不是有什么急事啊 没什么事 父亲 您喝水 不用了 放在那里吧 很难吧 父亲 中国的汉字里 难就是难 不要加个狠 可以放共产党一码吗 好 好 好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